又有地震惊险的画面曝光 0403花莲地震发生的时候 一辆轿车刚好行进苏花公路九区洞附近 突然有落石砸下赶快躲进民隧道 在短短两秒钟过后 山坡的落石就像是淡雨般狂闸 土方也弹进了隧道 轿车挡风玻璃瞬间破碎 漫天烟尘席卷而来 历经生死瞬间 车上的人都余悸犹存 另外有民众搭飞机的时候 还从空中捕捉到了山崩瞬间 哇 大地震 对我赶快先躲到这个 落石突然砸车顶驾驶踩进油门 冲入民隧道 差点GG 众人心跳加剧 没想到更可怕的在后头 今天落石如淡雨般狂砸 红龙坐下 不是吧 大大小小瞌睡时 像子弹一样四处弹射 挡风玻璃也被砸到瞬间裂开 树枝和石头不断倾泻而下 随后烟尘铺天盖地而来 车内被黑暗吞噬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 后车行车记录器也拍下惊恐瞬间 不是吧 才刚躲进民隧道不到几秒 瞬间天崩落石尘土砸黑眼前视线 这段恐怖画面就在0403花莲地震当下 有辆轿车刚好行进苏花公路 泰鲁阁九区段附近 地震一来轿车马上躲进民隧道 接着连冷静的时间都没有 落石就从山壁疯狂砸落 影片po往后不少民众隔着一幕 都能感受到惊恐 同样令人震撼的海包含这一段 被网友称为上帝视角的瞬间 0403当天有民众搭着飞机 从台北飞往台东 突然觉得云层怎么怪怪的 决定拿手机拍 因为陆下山崩瞬间 东部山卖山体如波落斑 扬起大片尘土 原本脆弱的山头凸了一大块 地震带来的天灾接连曝光 令人震惊组合报道 花莲0403地震 还有五个人在沙卡当地区失联 花莲救难队也持续地搜救 而在地震发生前不久 有德国游客在拍摄风景的时候 意外拍到了新加坡夫妻的最后身影 当时两人在距离五间屋 大约0.5公里的观景台 而昨天搜救队在步道0.85公里处 找到了一只登山鞋 因此也持续在附近重点搜索 另外游信一家五口依旧还有三人失联 搜救队也出动了大型重机具在西床开挖 一度遇到巨石挡路 今天将再度尝试停警 0403地震体验德国游客拍下这段 沙卡当步道的景观影片 后面走近的两个人 就是失联的新加坡夫妻最后身影 最后出境那个地方就是在观景台 其实这一段路到五间屋 大概走不用十分钟就到了 因为这边是达崩壁 达崩壁大概有四百公尺左右 地震发生前20分钟的观景影片曝光 这个地点是距离五间屋越0.5公里处的观景台 就为列为重点搜救区域 9号花莲搜救队马不停蹄 另外在沙卡当步道0.5公里处 发现游信一家五口其中两人的地方 研判其余三人在附近 还有前一天搜救人员在步道0.85 可以闻到异味 也找到疑似是新加坡夫妻的鞋子 初步下去是有发现一只死掉的鸡 那他们本来就有把它排除掉 可能是那个死鸡的味道 在那个位置的附近有发现一只鞋子 那本来一开始家属是 他觉得应该是 就是在骚完他已经又 说可能不确定 搜救行动进到第七天 不少人愁死剥茧 盼能帮上忙 还有当地在三间屋养鸡的民众 在步道1.8公里处闻到异味 这里面的三间屋 我们的那个大小的那个味道 好像六点多又有一个雨震 蛮强烈的 单狙应该有强降雨 我们今天一早有先请同人去飞空拍 以前我们是出动六个 然后带一只搜救权 那我们还会在同时 再拍另外一组五个人 然后沙卡当为这一次的重灾区 当天来旅游的游客 正后有些人由导游带领逃出脱困 画面触目惊心 搜救队员9号出动两组人员 从陆路和水路两方并进 判有重大突破 接着林晨杰 萧月生 花莲墙报道 花莲墙镇造成多栋房屋严重受损 统计目前花莲有32件 列为红单的建物 市区的北冰街6号 有一栋四层楼民宅 已经是软角虾建物 县府在今天上午也出动了重机具进驻 由上往下拆除 预估拆除的时程大约要三到五天 这也将是花莲市区第三栋拆除的建物 接下来第四栋 不外接52号的建物也是代拆 而强震发生至今7天了 还是有失联者还没有找到 花莲政府今天也办理了 罹难者的头期法会 希望罹难者安息 建筑出现坍塌危机 软角大楼倾斜严重 丧失支撑能力 只能先用门行钢顶住大型机具 进驻花莲市北冰街6号加紧抢拆工程 抢在开拆前住户繁底家中带回贵重物品 直及屋内惨况地板墙壁崩落 家电家具倒落一地住了13年的老家 就在眼前准备被产为平地多少 有些悲伤 住了13年 在花莲市唯一买的房子 那边是总共10户 三四十位吧 因为它的挑高 然后柱子比较细 所以说造成它一些软角下的问题 眼看隔壁大楼开始进行拆除作业 自家建筑也岌岌可为 妇人特别请来货车 把古董化作带走 因为自家屋况也好不到哪去 瓷砖脱落严重 钢筋也是整片外漏 即使还没准备拆除 但任谁也不敢继续住下去 回忆我一定要搬走 然后我因为我昨天是请摩托车来搬 然后我有一幅画我搬不动 就我特别去找去借车来搬 有价值不懂 而另一头天王星大楼 拆除作业持续进行 不过期间却出现意外插取 住户焦急寻找自家养的鸡 只见它活力十足 还在顶楼活蹦乱跳 虽然现场已经满地砖瓦 但四主也强调不会要求救难队 拿命抢救 强证过后来到第七田 花莲县长也特别到殡仪馆 慰问罹难者家属现场气氛挨急 日前为了救猫返回天王星大楼 而丧命的花莲高农康幸女老师 她的学生也特别在头七日 再次回到伤心地 陪伴老师说说话 一场天灾再度重创花莲 受灾护也期盼能尽早恢复 往日生活 这最后报道 屏东东港籍渔船 红星渔号三号出港之后失联 家属紧急寻人 那么海空动员在昨天上午 发现了渔船踪影 后续返航却没有回屏东 而是带往高雄新达港 其余侦查不公开 新达港还一度不对外开放 让这起案件备受关注 那么船长接受调查之后 没有发现不法 上午回到家 家人也准备了猪脚面线来过运 但起人一逗的是 海巡当时广播鸣笛 为何三人在船上都没有回应 看到有人营救 也没有雀跃感 船长表示 因为渔船的引擎声音太大 没有注意到巡护7号在后面 后续海巡小艇靠近的时候 就有停下 海上发现许联红星渔号 广播鸣笛没得到回应 海巡人员决定搭小艇 逐步靠近 跨境红星渔号登船 一探就近 又先确认船上三人平安 但似乎还有要厘清的细节 渔船没回屏东 被改带往高雄新打港 有了有了靠近了 9号凌晨 红星渔号一靠港 大批人员登船清舱检查 疑似诚信台籍船长也被带走 直到清晨才离开 失联金湖回到家 年迈老母亲准备了猪脚面线过运 但失联案气人一斗 卫星电话充电器没带 上等手机有讯号再打 不知道家里人很急 造成惊魂配合调查之后 没发现不法 船长开船回家 让家人松口气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道